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8.88% 年营收下降了2600多亿 对于未来 郭平表示 2022年华为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在新的一年里要多产粮食 做强根基 持续投入未来 活下来 有质量地活下来 科技领域做不得一丝的家 也不是任何人能够做到独霸天下 没有任何一个企业 哪怕苹果 谷歌 三星都无法做到全产业链 上游 下游 全部都由自己做 科技的提升 突破封锁 光靠华为一个人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我们全国上下一心 无数个领域 制造业的上下游的各个领域都踏出自主化 都走出了大突破的道路 华为的问题才能真正的迎刃而解 单单指望华为一个人把所有产业链的自主突破都挑在肩上 是很难有希望彻底打破西方各国 特别是美国的封锁压制的 终于 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 1月11日国际知名专利数据库提供商IFI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在2021年全球专利市场中 华为凭借48307项专利 超越苹果 IBM等美国巨头位居全球第四 不止如此 数据显示前十名里面 第一名为韩国三星 第二名到第七名 全部都是我们中国企业 包括中科院美帝 华为等中国企业 整个全球过去一年申请的专利 我们中国一家就占据了全球前十名里面的六个席位 这是过去中国科技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 众所周知衡量一个企业 在过去一年的研发成果 科技进步等等技术性方面的突破 专利绝对是其中最大的参考因素之一 而同理 放在国家领域也是如此 哪一个国家在过去一年所投入的研发费用最多 取得的新型技术专利更多 申请的高级技术专利最多 也一样从这个国家申请的全球专利数量 占比名次就能看出来 毫无疑问 过去一年在全球 都还在因为大危机线路停摆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科技研发 科技进步的速度 并没有因此停摆反而加大了力度 前所未有地实现了历史性的大突破 虽然短时间内一年两年或许看不出多大的效果 但是科技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突破迭代的 需要我们经过一年又一年 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 专心研发 才能后起搏发 最后真正彻底实现 打破封锁 实现全产业链的自主化 国产化 科技化 而2021年的全球专利榜 我们中国的这份独霸全球前十名 六个席位的成绩单 毫无疑问 说明过去的一年 我们无论从投入研发还是技术人才 等等领域都已经真正的发力 真正的重视了起来 简单来说 这不是一个华为的改变 这是整个中国科技领域 企业领域都在发生改变的 都在默默叙利的重要表现 再看第二个榜单 也就是美国专利排行榜 数据显示 华为首次历史性的位居了全美第五位 位居整个美国2021年度专利排行榜第五名 授权数量达到了2770个专利 整个美国2021年度的专利排行榜 整个前十名里面 只有华为一家是正增长 其余的九家巨头反而都出现了下滑 包括苹果 英特尔 高通这些科技巨头 除此之外 IFI还给出了一个十年专利变化统计图 从图中来看 在2018年以前 美国专利排行榜 前十几本被美国 日本和韩国公司占据 IBM 三星和佳能更是常年盘踞Top3的位置 然而从2018年左右开始 华为进入Top10的排行榜中 此后一路上升 从第十名上升到第九名 然后一路上升到2021年的第五名 IFI的CEO贝克·罗夫特直接评价称 无论转到哪个领域 他中国公司似乎都在确立自己的地位 或是成为主导者 也许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市场将席卷全球的传闻 现在它确实正在发生 可能很多我们普通人不知道 这个意味着什么 一 华为的专利 不减反增 代表着过去的一年 也就是2021年 华为的研发脚步并没有因为营收下滑 以及美国制裁而停下 反而加大了研发力度 并且研发的领域 都是目前全球比较顶尖的一些领域 二 从授权数量其实就能看出来 苹果 高通 英特尔等等的授权数量反而下降 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已经说明 过去一年这些科技巨头的研发成果 其实是低于华为的 在笔者看来 专利技术申请量代表着一家企业的科技实力 以及研发水平 而华为的专利技术申请量 挤身全球第四 全面提升了 华为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 强劲的技术储备 进一步保证了华为未来的发展环境 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 任何企业想要打压华为 必须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 尤其是在当下全球科技环境多变的情况下 掌握大量的核心专利技术 相当于华为给自己套了一身专利技术铠甲 其实华为能取得如此成绩 主要得益于任正非的深谋远虑 自华为成立以来 任正非就主张敢于在尖端领域花钱 把钱花在对的地方 显然 华为在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四 主要还是得益于任正非主张 创新研发投入的结果 事实也的确如此 自从华为遭受制裁之后 其研发投入也在不断提升 此前在欧盟2021工业研发投入 计分牌榜单中 华为的研发投入位居全球第二 研发资金达到了人民币1259亿元 仅次于谷歌母公司 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开数据显示 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 华为公司已经累计投入研发费用 超过了7200亿人民币 由此可见 华为能斩获如此多的专利数量 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目前的华为而言 只有不断在尖端领域进行研发投入 才有希望彻底打破西方新规的限制 为此 华为在不断投入研发资金 积累专利技术的同时 也开始进军外企 垄断比较严重的软件领域 大力发展鸿蒙系统 欧拉系统 云计算等新业务 从而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和技术互成河 或许美方也没想到 在严厉的封锁环境下 依旧没能遏制住华为的发展 反而让其越挫越勇 在小编看来 华为更像一个强力弹簧 外界压力越大 反弹的力度也就越强 相信随着华为的不断努力 未来手中会掌握更多的核心专利技术 彻底摆脱外界的封锁 更重要的是 华为之后全国无数的其他企业 也开始纷纷觉醒 纷纷开始真正走上自主研发 将研发、科技创新放在第一位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 超级大转折点 原本很多生产环节 包括半导体、芯线、生产材料 等等各个环节 只有华为一个人重视 其他的企业大家都不重视 现在通过美国打压华为的事情 压迫我们中国优秀科技企业 将一个又一个企业 拉入所谓的美国黑名单 通过一系列的事情 美国真正地让我们 无数的优秀企业拧成了一股绳 特别是国家也正式推出了 科技大改革、大扶持政策 只要是认真研发 为攻克这些卡脖子技术 努力的企业 从地方政府到中央 都有各种扶持 从民企到央企到中科院 这是真正地举全国之力 瞄准一个又一个卡脖子的技术 这个决心真的是前所未见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应该知道 这样的力量、凝聚力是非常可怕的 一旦专心干一件事 那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 哪些领域卡脖子 哪些领域复杂 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 对应研发任务名单 但确实已经在认认真真地 在一个一个攻克了 种种数据表明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专利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 正逐步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 技术强国转变 当前 我国已经定下目标 到2035年 中国将基本成为世界水平的 知识产权强国 每年专利贸易高达3500亿元 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在GDP的占比 将达到1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